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在我身边请你一位升级的分析员 我小时候已经看你的研究 Eric 王振宇 Eric 今天请得上来 一定跟我们为本国的楼市把门 虽然我知道Eric本身自己的基金公司 投资在很global 环球房地产 但是我想很多香港人 现在都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我现在手上在香港有楼 应该去怎样做 所以真的要问一下你 未来的眼光应该是怎样放 因为你觉不觉得过去一段日子 做淡游唱淡楼市 其实很大心理压力 你觉不觉得 过去两个月左右 是吧 不算太差的 不是 因为有点小洋春 譬如你去年大家已经说 很多分析界很多大行报告都说 会跌 又社会运动 又国安法 然后又疫情 但是没什么事 其实高位回只有5% 然后过去一两个月是 剩下一点 是吧 一两个% 即是可以的 你会怎么去看呢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说过 其实农历新年之后应该有一个 季节性的小洋春会出现 当时说那些股市 环球 印银子 那方面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那个制后效应应该是第一季出现 之后开始有很多国家的那些救济的措施 本来在第二季开始就缩了 那那个就可能会导致一个 亦都是在制后一点 可能在第三季开始 那些负面因素就会开始出现 所以当时我也是这样说 就是说 主要是财富效应 导致加上季节性的那个小洋春 第一季应该做得挺好的 那也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要看看未来的走势是怎样 那我们都看到 其实本国楼价就硬正了 我想大家就算不看那些楼价指数 都感觉到那种感觉 新盘是这样出来 一二手就价量都是支持得住 今年来看到 就以中原城市指数为例 升了1% 但是看到由2019年 社运当时的高位回落 只是5% 刚才Eric就打了开场板 就是未来有机会 一些利淡因素会反映出来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说的 首先我想疫情不知怎样 好似好些 大家在打疫苗 第二就是 有很多分析员法国担心 是那个退市风险 因为过去 比如QE和持续低息 是撑住了环球的楼市 然后还怕又移民又成这样 Eric 你会怎样看呢 以往都出现过很多的风风浪浪 你都经历过 今次会怎样看 未来的这些利淡因素 OK 其实 也有利淡也有利好的 就先讲利淡 主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是看得到 也感觉到 就是通胀的潮已经杀到埋身了 你看那些 对冲通胀的债券那些 已经升得很厉害了 那些Tips 这一段是不要说崩溃了 就非常之 瘦了 是很大的一个创伤 所以导致未来一段时间 很多的价钱 都会因为是供应短缺 不是那个需求上升 而有一个很大的上升 那这个会可能导致实质的收入 很多家庭实质收入 会开始下跌的 那这个一定是对楼价 是一个负面影响的 所以就算有一个 名义上的楼价上升 那实质 除通胀之后的楼价 可能都会下跌的 那这个是 未来一至三年 都可能会继续发生的 OK